我們來看到日經中文網報導 說中國半導體設備進口 激增了九成 而且朱老師大部分都是來自荷蘭 是 沒有錯 因為這數字很詭異 整個中國對歐盟在第三季的進口 其實是衰退的 可是唯獨對荷蘭卻是暴增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日經這邊所寫說增加六倍 可是實際上我查過中國海關 其實是超過十二倍的 非常可怕 尤其光一個九月 年增百分之一千八百五十 所以怎麼可能只有六倍 那重點跟荷蘭買什麼東西 不用說也知道 一定就是光刻機 而且報導裡面也提到了 就是跟艾斯莫爾買東西 大家想說怎麼還能買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禁令還沒生效 對 DUB的部分其實到十二月底以前都還可以買 好 那又一個大問題了 可是我們如果再去看到 你買這麼多這些設備 誰吃得下去 大家一定想說中芯這些公司 可是很詭異的是中芯的財報第三季出來告訴你 賠錢我們就不多說 重點是它營收也衰退 你獲利衰退沒有話說 因為大家都說你不計代價 那你為什麼連營收都衰退了10.6% 數字有問題 然後今天最新的數字出來 中國十月份的手機銷量 果然華為是第一名 而且年增高達83% 你不覺得這兩個數字倒不起來嗎 很奇怪 華為手機賣得那麼好 中芯沒有收穫 對 那告訴你什麼事情 華為可能有些晶片 根本不是中芯做的 因為華為早在2020年 就說我要自建晶圓廠 那可是後來進度到哪裡 完全沒有消息 我懷疑其實華為已經在做了 而且之前不是說有四家台商 幫他在生育蓋廠嗎 表示華為